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不要自居打工人 而是要做工人 要自居工人 这其实也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件事情 打工人呢 其实你做的事情呢 其实事实上还不太算是 比如说你是服务员 或者说是外卖骑手 或者说是流水线 流水线工人 那么这些往往都 容易自居打工人 而不是自居工人 因为他们事实上呢 没有和技术 没有和技术结合 和技术的结合的程度 相对低很多 他们 他们的工作的目的 就是攒钱 那么 攒够了钱之后呢 是要成为 回老家 或者怎么样的 成为个体户 然后也就再进一步 做老板了 那么我认为这个都是 围绕打工人产生的一系列的 错误的 啊 这个 工作官 就是不要自己打工人 我们就举个例子 如果你是个骑手啊 如果你是一个骑手 一个外卖骑手 外卖或者一个同层跑腿的一个骑手 那你平时打工 赚到的钱 或者说 你平时打工 累积到的这个工作经验 你要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吧 你觉得你作为一个骑手 你打工人 你的发展性 在哪里吗 啊 那么很多的骑手就是说 我 我攒到的钱 我回老家 开个门市啊 或者说 开个这个小 小 小卖部啊 或者开个小餐馆啊 我成为这个个体户 啊 我在通过 成为小战略级 再进一步 小生产者 进一步 再通过这个 好好的经营 或者说超额压榨我自己的劳动力 拼命的完成这个资本原始积累 我成为这个老板 或者说我通过我的工作经验 然后 以及我的人脉 人际关系 人脉 那我进一步成为这个 成为这个 骑手翼站的助理 然后进一步成为这个站长 然后进一步成为什么骗区经理 骗区经理 然后进一步在实际上就是成为这个老五派遣公司的一个小资本家 也是成为老板 又成为老板 那么这个老板就是吸 就吸冰雪了 吸这个骑手的血 就开始吸血腥了 有吸血腥了 前面这个可能还讲讲什么兄弟意义 但在后面 他实际上他所有的超额收入都来自于其他骑手的剩余价值 的一个剥削 或者说他跟平台美团会有什么分赃 那么无论是在哪 哪一种 这个骑手呢 他都没有和 他都不是直接的和技术相结合的 他不是直接和技术相结合 不是直接和劳动技能相结合 劳动技能 我们不用技术 我们劳动技能相结合 他首先都是和资本结合 他首先都是和一种 就是市场准入 一种市场准入 做个体户的话 当然他需要一定的技能 但是往往想到的就是说 比较好上手的技能 比较好上手的技能 就贩卖了 或者说仓储啊 货运呢 就是销售啊 你作为个体户老板 就卖卖货 家里面有一些东西给你继承继承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只要你自居是打工的 你自居是打工的 自居是打工者 或者是打工人 你给自己想的往上升的这条路 是成为资本家成为老板 往回老家的条路也是成为 其实也是成为 当然他是超额剥削自己的 然后也成为老板 剥削家里人 就算是亲戚关系嘛 你也是这么老板 当你自己打工 打工人的时候 打工者的时候 你的对立面 就是老板 而这个老板的对立面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对立面 是你想要 是你幻想你这个打工 攒到钱 或攒到人脉关系 攒到了 工作经验 的一个发展路径 你所谓的打工 所谓打工人 就是尚未 尚未成为老板的劳动者 尚未成为老板而已 我是打工的 他的意思就是 我还没成为老板 我还没让别人给我打工 这个认同是个错误的 是个失败的认同 他所要结合的 并不是和劳动技能结合 和劳动技能结合 如果一旦 我说了 如果一个万万其手 一旦他和劳动技能结合的话 他的形态就不一样了 他就是说 另外如果说 他要获得工人的身份认同 他要成为蓝领 对不对 他要成为蓝领 他要成为蓝领 他要和技能结合 和劳动技能结合 和劳动技能结合 那么在重情况下 他可能还是一个被剥削状态 但是说 不是直接瞄准他的这个 做个小个礼物 或者成为一个偏讯经理 有一个分赃的溢价权 或者说有一个这个 剥削别人的一个机会 你瞄准 瞄准这个方向 就是 打工人可能心里就有点不乐意的 我拼了命的打工 我拼了命的攒钱 我拼了命的混关系 我就是要成为老板的 那么这些 这些观念 深深的压迫支配着 一些服务业无产阶级 以及工业无产阶级 产业无产阶级 打工人的 打工和做老板 这个二元对立 是个虚假的对立 他深深的压迫着 无产阶级 那我要说什么是正路呢 什么就是 你的认同要换成就是你要成为工人 我要成为工人 我要成为工人 那么这个工人呢 他是要和技能 技能结合的 和生产过程结合 就是技术性的生产过程 专业性的技术性的生产过程结合 那么同样我们举这个例子 你作为一个骑手 你作为一个外卖 外卖骑手 你作为一个骑手 那么怎么成为工人呢 骑手本身其实也是工人 运输工 但是他不具有很强的专业性 因为电瓶车其实绝大部分人都会骑 成年人都会骑 不具有很强的一个专业性 那么骑手怎么变成功人呢 比如说他有电瓶车 他从他的生产活动 生产资料了解 他如果是电瓶车一直坏 电瓶车一直坏 坏要修理嘛 修电瓶车 他在这个骑电瓶车过程中 总结了 总去修车探区修车 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色谎意义上修车 就真儿的发紧的修车 他观察 然后对这个修理过程 发现有很多利润空间 但好像这也是成为小隔离户 当然也是 他具有小生产者的一个特点 电瓶车店老板 可以成为修理工 电瓶车修理工 那么电瓶车修理工的过程当中就 他的生产资料还有手机 智能手机 智能手机的一个修理工 就相当于上面是成为一个机械工 机械工 下面下面成为一个就是一个 电电器 或者说是微电子 一个电工 应该是一个 这个叫什么电器修理工 电器工 修电路的 他不是不是那个以上 不是那个以上就是 配电箱那个以上那种 强烈落天那个以上的电工 它是个电器修理工 或者骑手 他的驾驶技术 驾驶技能很强 也就是他生产的环节 这些通通都是他生产的环节道具 工具 他有很强的驾驶技能 那么他可以干嘛 还可以转行 骑摩托车 包括他可以进一步成为这个运输工 或者说是一个运输工 他有比较强的一个道路判断能力 道路驾驶能力 他可以转转做司机啊 哇 司机 做运输工 那我这是 这是我的观点 或者说你专职做骑手的话 就是专 就是说你专职做骑手 它是一种 它是种就是说 是一种 就是低质量就业 明白吗 低质量就业 他也是个就业没错 但是这个是个低质量就业 你在这个岗位上面 你没有发展性 除非你成为这个岗位里面吸血的 劳务中介 所谓的站长 或者所谓的这个 就是 一群骑手里面领个头的 他负责去剥削其他骑手 分一杯根 那就帮忙提供一点各种换电瓶啊 早上起来 一群人什么 做做思想工作啊 这个骗区经理传达的消息 你转达一下这种东西 一个管理性的 服务性的 但是其实又变成 一堆骑手里面的小资本家了 他本身这个东西没有什么上升啊 上升空间 这个工价除非他能就是说能够克服 我说了 或者说你进一步你这些骑手 意识到自己已经是运输功了 我已经是运输功了 我就要求一个运输功的待遇 我要求一个运输功的待遇 啊 我已经是个司机了 我要求个运输功的待遇 那么一般的大车司机 或者说低级车司机 他是个什么待遇 我就要什么待遇 那么这个意义上讲 他需要骑手抱团 并且 这个东西目前发展而言是 哎呀 阴间不远啊 不能叫阴间不远 应该叫做什么 我们的观点就是说 呃 如果你认为 要做骑手 做一辈子做到底 做骑手做一辈子做到底 那么你要觉醒 你是一个运输功 你是个工人 如果你认为这个骑手 这个就业 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那你要转行的话 那你要结合你的生产资料 一直 一直熟悉的这个生产资料 你转行 你来转行 这是你一直用的 呃 不是说手机就变 真的变成手机修理工了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 往这个方向去发展的话 其实 就是说都都都 就 因为 都要用 你知道吗 因为都要用 或者说 大家的手机都有可能 这个坏了 那个坏了 你平时 你可以在你的 那个活动当中 和你周围的群人当中 你有一些 小的一些机会 有些机会 就你要打交道 主要是你要打交道 你有一些这个学习机会 这个骑手 他平时就需要去 把他的业余时间 啊 用来学习 用来学习机械修理 用来学习电器修理 或者用来学习 考驾照 或者考摩托车驾照 无论如何 你得去学习 把钱 啊 要把钱投入到一个 劳动技能的一个培训商 要把钱转换成劳动技能 作为一个工人 要有工人的掘捕 啊 工人掘捕 但是获得了金钱之后 或 首要的就是转换成劳动技能 次要的是转换成劳动工具 啊 次要转换成劳动工具 然后 还有一个就是 其实还有很多样 有了钱之后 要 要 要团结啊 要团结 要构筑自己的团结 一个组织上的团结 不能零散 零散是没有溢价权的 散开来是没有溢价权的 啊 就是 工人的一个经济觉悟的话 就是要把钱转成技能和工具 要善于学习 啊 要善于就是去锻炼 劳动工具要去练 要去熟练 啊 那么这个政治觉悟的话 那要团结 暴团啊 暴团了啊 他有溢价权 啊 溢价权 这个暴团不是 不是那个一张暴团 不是说你这一群骑手里面有一个站长 有个站 这个站长 他如果他的利益根基 他的利益根基还是来自于片区经理 还是归根结底来自于资方 那这这不叫暴团啊 他不代表你利益啊 这种是假暴团啊 这种他反而更愿意就把你拆散掉 你不干 有的人是吃人干 这是假暴团 那么正暴团的话 他其实是说是要维持他的不长出那种资本主义内核 一群这个里面不长出一个头头 他是个资本主义内核是不行的 啊 他不能这个人是为了做人上人 不能这个人是为了转手就去啊 就是出败同伴的长远利益 然后去投告资产阶级的 那是不行的 啊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起手要做的长远 我只能做的长远就是你35岁 55岁 65岁之后 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晚年 而不是要轮落到去领第一宝 而不是轮落到要去领第一宝 你要一个比较好的晚年的话 那你就要抱团起来改善自己的劳动地位 要作为工人存在啊 要作为工人存在 那么这个起手要作为一个工种存在 要作为一个独立的有尊严的工种 独立有尊严的工种 有尊严的工种 这样的工种本身 你劳动者从一个工种转到另一个工种 不算背叛的 因为就是说他都是一个 这个工种我都干的差不多了 我再去修修电瓶车 我有电瓶车修理能力 对不对 我可以批量的去帮这个同样的这个运输工的 作为运输工的起手 帮他去换电瓶 帮他去修电路 这粗点的团结 也房子啊 也也也便宜对不对 也便宜也省钱对不对 我是认为在这个意义上讲 这个工人呢就一 就是工人他 他就意味他就要觉悟到这个钱是一个中介 钱本身是一个中介 这个钱作为一个中介 他是要转化成劳动技能和劳动工具来怎么样的 提高他作为工人的能力的 作为工人的能力 作为工人的劳动能力 劳动能力和这个溢价能力的 就抱团能力了 我就说隐晦点溢价能力的 钱是要用来这样的 才符合他的长远利益 而不是说他要把自己的钱 自己什么劳动技能也没有 就是重复了去干一些活 劳动技能也不去掌握 也不去学会 把这个工种本身做得更 更更更 更踏实 更坚定 不去这样做 大家更团结 或者说大家的这个劳动更规范 劳动效率 劳动效能更高 劳动保障更完善 不去做这样的工作 而只是一味的攒钱 一味的攒钱 要成为 要自己爬一个 起手翼站做站长 要成为区域经理 要成为这个什么 大区经理 就要做资本主义 要做资产阶级的这种 做老板的梦 那么 就是千万不能走后面这条路 千万不能走后面这条路 一定要把你的钱 就是说工人觉悟 就意味着说 我的钱要变成什么 明白吧 我的钱要变成什么 我的钱是要变成 同样的工人的团结 以及我本人的这个劳动能力 我本人的 不仅是劳动能力 其实还有各项能力 开眼看世界能力 以及说和人交往的能力 和人这个和和 各式各样的人打带到的能力 一味把钱攒着 实际上说 你又能攒多了 你可能攒个五万块钱 你就想回老家去盘个小小门店 然后开始当 也是 就一千七百块钱 去造那种更便宜的工给你 你去剥削他们 然后搞个什么早餐店 这种东西 那请问你 你是可以把这个危机和困境 向更弱者去转移的 向你们老家里面的那些 更弱小的人去转移 那问题是 就是说 那也会导致 你做棋手的时候 所有人都心里想 我老家是个退路 那棋手的待遇本身 就不愿意去争取 棋手 大家被欺压的时候 每个人都心里想 哎 我有个后路的 我攒的钱 我苦一苦 我攒个五万十万 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对的 你平时呢 要把你的钱啊 转化成 你在城市里面啊 进一步作为一个劳动者 发挥效能 作为一个工人啊 创造劳动价值的能力啊 就是我希望你的钱 转化成劳动技能和劳动工具 掌握在手里 这样的这些啊 就是比较零散的这种功能 其实是蛮多的 就是啊 做厨师 其实大家很多都是学了 做厨师啊 做这个修理工 装配工啊 做各种修理工 或者做各种装配工 就是装修工 水工 电工 瓦工 等等等等等等 木工 这些工种呢 它在城市当中都是 有点零散性的 而且都被平台吃嘛 都被平台吃 就是其实目前就是说 程序员啊 在很大意义上 他也没有意识到 就他助长平台资本主义啊 程序员往往都是 他自己的上乘路径 就是说我要再 我搞个网站 我搞个平台 我就吸血 我去搞个公司 我去吸血 我去做资本家 这程序员和 他是特异化的 程序员本身是特异化的 他也程序员也没有意识到 自己是工人 他这种特异化 他他认为 他是一个特异化的知识分子 或者说是一个特异化的 一个 呃 就是脑力无参者 他不认为他是体力无参者 我觉得就是说 也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程序员需要觉醒到 他自己是体力无参者 他说实质是体力无参者 程序员要意识到 自己是体力无参者 并且意识到自己是工人 也是这种特异化的工人 然后呃 程序员和平台资本主义对垒的 那个溢价的呃 诉求应当要和 就是说 每个线下具体去执行啊 平台派发下来订单 项目的这些水工啊 电工瓦工啊 还有是什么 护理 护理员啊 上门推拿的各种啊 就是修马桶的啊 要和他们要团结到一块去 这样的团结 只有在工人的这个身份下可以团结 要意识到自己是蓝领啊 程序员要意识到自己是蓝领 这点很重要 这点非常重要 程序或者说程序员你失业了 你也只能去做蓝领啊 因为其实你的生活状态是最和技术结合的 而不是和资本结合的 程序员不经常就是说 和就是说因为自己积累的相对于一线劳动群众的 更多的资本就想着我的钱用去投机 或者操纵股市 好像因为虚拟金融里面的那些 呃那些比如说比特币啊 虚拟货币啊 什么这种 或者说网赌啊 好像这些东西都虚拟性的 都是信息性的 都是一些技术性的 好像和我和你的这个劳动能力更契合 实际上不是的 实际上不是 因为那些东西归根基地都是运行的都是资本的逻辑 而不是技术的逻辑 这个资本逻辑也不是技术逻辑 那么我觉得程序员要意识到自己是工人 什么时候程序员可以意识到是自己是工人 并且能够主动的啊 主动的啊 向平台资本主义发起进攻联合啊 被平台深重的剥夺他的劳动份额的这个水工电工挖工啊 其实这个平台其实它是个地租 是个地租资本的一个化身啊 你说它是信息化的话 其实它其实就是地租资本 就是拿这个信息转世窗口的这个 这个租金呢 说穿了 而且是个垄断的地租资本 实际求是想啊 作为哪里不坦德 这点很重要 就是说作为作为信息生产呢 作为信息生产和加工的这个啊 信息平台或者信息平台或者信息渠道啊 生产加工的这个脑内不坦德也当中的特异化的路代码的这个我曾选要意识到它其实是体力不坦德 他这样是体力不坦德 哦 哦 他要觉醒自己的功能是不是啊 然后打工人 这个是个恶毒的意识形态 因为他他的对立面是老板 并且他不否定他的队里面 并不否定他的队里面啊 而工人 他态里面是吗 What works 他对立面是实立者 对不对 实力者是资产阶级 就是说不劳而获者 这是工人努力工作并不是为了成为不劳而获者 而是为了要让他的劳动更值钱 要让自己的劳动 不叫更值钱 就是让他的劳动按劳分配 我是多少就该是多少 对不对 要取消或者说降低实力者不劳而获者的他的份格 提高劳动者的分配份格 提高工人本身 他创造出来的财富 就按照他的劳动来进行分配 这是工人上升的路径 那么工人要实现这个上升路径 要提高其溢价权 以及要提高其溢价能力 以及通过抱团 通过就是自我组织 通过这个阶级意识觉醒 我们事实上可以说通过一切手段 所以说哪怕你是去做一个外卖骑手 你也要思考清楚 你要思考清楚自己 思考清楚自己未来的路 未来的路 未来的路其实蛮远的 你们20岁出头 未来的路可能还有40年 20岁 经过这个40年到60岁 你是去领低薄 还是有一个比较起面的一个劳动者的一个身份 这40年其实至关重要 非常重要 这也跟一个社会总的走向有关系 但是无论如何 你和劳动技能结合 你和生产资料 你自己所能控制生产资料结合 或者说你能够提高劳动者群体 对于资本主义私有之下的生产资料的控制能力 影响力 那你的60岁就会更幸福 就会更幸福 这条路是绝大多数人不得不走的路 不得不走的路 为什么 因为你说你攒个五万块钱 然后去投机 有几个人能成功的 这个成功的只是极少数 极少数 我怎么去开个店 你厨艺不精湛 你怎么开个店呢 你就算厨艺精湛 人家用重油重盐 资本逻辑把你打败了 又怎么办呢 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你们能想清楚这一点 不是扩大资本投机性的再生产 而是要扩大对于自己的自身劳动能力 以及溢价能力的 作为群体就是溢价能力 你团结能力 作为个体就是劳动能力 以及生产资料的掌握程度 对于群体的就是生产资料的一个夺取的一个程度 提高这个能力 那他的核心身份人同事 我是工人 我是工人 啊明白吗 这个工人他对立面就是不干活的 不劳而获的 那讲到这边啊 那就讲到这笔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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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